海邊很晚 市場 防腐器啊 有我們也擔心 蠻重視健康的問題 學生其實長期在這個壓迫 還時間就要遇到 教育它有什麼性的 就是妖空無時無刻都在骰車 車很多 沒辦法 根本買不起房子 放箱要一兩千萬吧 對於這次台灣沒有收到IQ的邀請看 我們表達強烈的遺憾 其實講明就是你對岸有一個鄰居 然後他的好惡跟他的想法 會決定你能不能參加很多國際組織的時候 那個主動權在對岸 你再怎麼努力都沒有用 你四個月的努力 人家運作一下 他能運作的能力 預算跟資源 顯然比台灣多得多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台灣自己得要找到一個方法是 你要嘛就想辦法鑽漏洞 要嘛就是想辦法找到雙方都能夠接受的答案 但如果你只震怒 或是你只是擔心抱怨 人家不讓你參加的話 其實沒有用 那我覺得新政府竟然是要來解決問題的 這也是一個問題要解決 因為顯然中共所有的對岸的政策 辦公室跟相關的單位 都把九二公司這四個字當成唯一的關鍵 可能你真的要確定了 那是不是從此以後不要談 然後準備承擔所有的後來的運作跟 所有後來的壓力 國際關係台灣的空間 而且是很必要要參與的國際組織 恐怕在將來我們都會面臨到困境 甚至外交關係的這個國家的數量 恐怕在未來也都會看到一些不利的影響方向 OK 這個是我們要共同面對的 那我們也期待執政黨還是要有對策 兩岸之間如果沒有辦法有一個有效的溝通管道跟解決方案 那這樣的情況恐怕會一再的發生 我今天抽你一條腿看你會不會動 如果你不動的話 那我接下來要做什麼樣的動作 你才會痛 到目前為止像是一系列操作下來 包括像是觀光啦 還有兩岸經貿的特殊的合作啦 一些之前的浪力 好像蔡政府都不為所動 那在這樣子的狀況下 中共他就當然可能會在其他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常常去做一些刺激 來看看蔡政府的神經到底是長在哪裡 當然這跟所謂WHA就是世界衛生組織的這些 屬於官方性質的有一個最大的差異 就是官方性質通常有一個遊戲規則在走 那在兩岸格局沒有太大衝突的狀況下 他不太可能產生一些異變 當然像這次國際民航的這個狀況呢 他可能經過了很長時間的協商 甚至有非常多不能說友邦啊 國際友人發聲願意支持台灣 保持相同的這個 跟過去一樣的這種態勢 但是最後還是無法如願 那我想這當然很明顯是中共藉此來表態 那接下來蔡政府是否應該去修正某些態度 我覺得這是值得觀察的部分 與其說擔心台灣在這樣子的狀況下 會被犧牲掉 不如思考就是說 如何透過這種大國之間的合作 之中所殘留下來一些小的縫 我們再來想見縫插針 可能會更加實際 Vice cał More chutzO區 詞3 Lynch 文eni 3 緣